全民穿越公路求生的第一天 别人正在疯狂求救的时候 我已经解决了缺水的问题 这时世界频道发布了新的公告 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6点 可以前往道路两旁的荒野中寻找物资箱 但是荒野中也暗藏着很多危险 正在我犹豫要不要冒险的时候 摇天频道里面其他的生存者 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根据说明书上的内容 七天后天上将会出现两个太阳 我必须在七天内获得足够的物资 否则我极有可能会死在第七天 前方一百米处有一个隐蔽的流沙线坑 陷入之中必死 十一点钟方向前行二百米黄沙下有一堆白骨 不小心踏入可能会刺穿鞋底 引起破伤风 三点钟方向 切形五百米 越过沙丘 在沙丘背后有一个二级物资箱 里面放着两桶泡面 一个茶叶蛋以及一升矿泉水 下面还有一个一级物资箱 里面放着八十单位汽油和一件大衣 根据系统的提示 我在沙丘后面找到了一个蓝色的物资箱 和一个白色的物资箱 总共收获了两桶方便面一个茶叶蛋 一桶一升装的大瓶矿泉水 八十单位汽油和一件大衣 简直是大丰收 回到公路上 将物资都扔到了后车座上 进入了区域频道 准备看看大家怎么样了 区域频道已经被系统用红字刷屏了 一行一行 全是玩家的死亡信息 足足死了1700多人 天色黑了下来 这时打开了一桶泡面 因为没有开水的缘故 我只能干吃面 我一边吃着面 一边打开了聊天频道 看看大家都在聊些什么 看到论坛里的信息 我心中一动 我完全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用水把他们手中的资源都换过来 挂完商品后 我又回到区域频道内喊了一嗓子 交易频道可以买水了 总计50份 有资源的兄弟们抓紧了 什么 真的有人卖水了 为什么要用紫园煤呀 用钱幸不幸 我处一万限节外加一块劳力士 为什么要限定资源啊 我用塑料碎片和杂草来换行不行 好歹也是物资箱里开出来的 大哥 有吃的没有 我已经一天没吃饭了 我有20单位木料 贴我一个面包就行 很快 一升水就被抢购一空 一共获得了36单位金属碎片 28单位低级橡胶 28单位金属零件 6单位玻璃 以及2单位金属钉 再加上我手里积攒剩下的资源 足够把轻便轮胎做出来了 就连升级二级积水器的资源 也攒下了大半 只差6个金属钉和关键的制造图纸 就能把积水器升到二级 这时 一条私信恰好投送了进来 来信人 还是之前交易给我图纸的老熟人苏木 还有水和食物吗 我没有资源 但是有一张图纸 手弩制作图纸 一级武器 射程50米 需求2单位金属钉 10单位金属碎片 8单位金属零件 8单位低级橡胶 备注 制作完手弩后 配备10支弩剑 需要新弩剑 请寻找弩剑制作图纸 进行制作 哦 这个世界可不像原本世界那么安全 一件防身的武器是十分必要的 更重要的是 制造手弩所需要的资源 我全都有 只要图纸一到手 就可以制作出来 我看了看积水器 里面已经收集了800毫升的水 给你300毫升水 外加一个茶叶蛋 这也太少了 至少要一升水6个茶叶蛋 外加6个面包才行 啊 这根本不可能 现在没有人能拿得出这么多物资 而且 现在也只有我能买得起 据我猜测 你拿着这张图纸问过不少人了吧 他们肯定没有我出的价格多 最多400毫升水 一个茶叶蛋 再多就没有了 可是这点食物根本就吃不饱 至少要再加两个面包 一张图纸总得换一顿饱饭吧 我现在没有面包 如果你愿意等的话 我明天找到的面包再给你交换 我可以把图纸先给你 不过 你要把水和茶叶蛋先给我 明天也要给我三份面包 可以 不过我不敢肯定一定能找到等值的面包 其他的食物也可以吧 当然 希望你能言而有信 确定 轻便轮胎 一级车辆配件 可降低30%有量消耗 检测到一级配件轻便轮胎 请问是否替换现有普通纹胎 确定 轮胎已经替换完毕 发现普通纹胎四个 是否分解成资源 可分解为低级橡胶20个 金属碎片20个 金属零件16个 先不分解 处理完轮胎 我拿起了摆放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手弩 看弓弦的力度 50米内杀死一只鸡是没什么问题的 第二天清晨 积水器里积攒了大约800毫升的水 勉强够我今天饮用了 发动汽车 我又踏上了搜寻物资的道路 车子开出去20公里 我居然一次性发现了两个箱子 一个白色 一个蓝色 白色的物资箱里有五张烤囊 五罐黄花鱼罐头五升矿泉水 蓝色物资箱里 有一只健康的幼年黑皮猪 重量100斤 请小心对待 如需对付 请绕至箱子后方 可以获得第一次先手机会 为了稳妥起见 我先把白色物资箱撬开 里面的食物差不多够我一顿了 而且上面撒满了芝麻 光是闻着就能流下口水 将一切处理完之后 我按照系统提示 来到了蓝色物资箱的后面 手弩射击方向向左移动一寸 提示系统居然还能辅助战斗 为发现分解者具有合适的包皮 切个工具 这会降低获得的肉量 请问是否强制分解 确认 获得猪肉500克60份 获得猪脚4只 获得猪头1个